客家小草经典菜色 看看谁最厉害 苗栗仙举办了中区全国争霸赛 30家店家参赛大秀厨艺 比赛也邀请民众参与 发送500张试吃卷 让民众票选 不过功不应求 现场人群拥挤 限量是残酷的 许多民众排队等候 首奖是把客家小草结合创意 做成米手卷和花瓶酥的店家 客家小草蒙入到酥皮 以及这种甘爽的 米手卷的一个概念 不过民众时候在社群发文 500次指出活动归花不当 变成了热婚累婚恶婚可死 网友说33度大太阳 又潮湿的天气下站着排队 许多老人家 几乎半热衰竭或恶婚头 老人群受不了 纷纷在11点多 即使有领道券都转送给他人 网友还指出 活动办法改来改去 官员吹冷气 民众当傻瓜 统统扣分 但是不忘称赞 只有客家小草加分 幸福表示 的确因为人数太多 造成了拥挤混乱 原本是在12点 开始发放500张的试吃卷 但是因为人太多 而且担心下雨 所以提早到10点半 先发放200张 12点再发放其他的300张 但是等到各摊位成品出来 12点半才有餐点试吃 以至于时间拖太久 TBS新闻新闻新闻金无数评 苗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通过了19月19月1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